近来多个台风过境造成东北较沿岸 有许多海洋垃圾堆积在岸边 甚至是漂流木还飘进民众的九孔池 鲍鱼池影响生态 经过10月中旬相关单位的协调后 今天由国产署着手将漂流木轻运走 希望让海岸线尽快恢复原来的面貌 供疗海岸每当台风过境后 随着海浪冲上岸的漂流木造成环境张乱 漂流木更是流入九孔鲍鱼池里 让养殖业者苦不堪言 就算自己的池子清好了 周边的漂流木还是会流入池子里 严重影响九孔鲍鱼的生态 就一直协调找不到单位 然后这次国产署他认为说 这些养殖场是我们合法成猪 这些垃圾以后就由国产署来清理 这次非常感谢国产署能出面来跟我们讲说 以后这个SOP流程就由他们以后都会来清理 然后海岸线 东北条海岸线就会变得比较干净 今年由于漂流木堆积的实在太多 原本义务协助清运的清洁队和风管处都束手无策 经过地方多次反应 养殖场周边的漂流木堆积 终于在这两天由国产署进场来清运 让养殖业者直说真的很感谢 当地里长表示 由于养殖场是由业者向国产署承租土地 业者除了自行清运之外 国产署理应协助清运 地方也希望未来国有财产署 拟定沿海的漂流木清运计划 以免每年都要为了漂流木的事情 让地方大伤脑筋 解成为共聊采访报道